因為我平時接觸中學生日機會很多 因為我都經常去中學演講的 我想是立法會議員之中 我是最常去中學演講的其中一位 甚至乎是最多的那位 我做過簡單的統計 2008年我做立法會議員到現在 起碼去過超過100間中學講演 不計我以前沒做議員的時候 只是一個時事名裏面 我最記得有兩年我去的次數最多 一個是2011年 辛亥革命100周年 我就發了差不多100多200封信給中學 結果有回音的只有五六十家學校 那封信就是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跟香港關係很密切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公民教育 歷史教育 如果你學校有需要 我可以來你那裏講西亥革命 因為我很熟悉 結果就有五十多間學校 就回覆了 但其他學校可能怕了我 沒有回音的 那次我就去了幾十家學校 2011年 平均每個星期都去了一家學校 有些山長水縣去到元朗天水圍 或者是離島都去的人 還有一次就是我出一本書 叫《歷史紀郎》都有 《歷史紀串》都有一系列的歷史書 那間出版社就要求我 他們可不可以去學校講歷史 我們在那裏賣書 他們同學安排 結果都有四五十間中學 所以那時候你們都未讀 即是未入中學 所以我平時已經有很多機會 跟同學接觸 平時還有很多同學會做功課 有些project 兩三個同學來找我 做一個中級訪問 通常我都來者不拒 中學也有大學也有 最近才有一個殊仁大學的同學 為個港政改 其實中學也有很多 所以我平時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這些同學 我前面對這些年輕人的想法比較理解 最近這個《雨傘革命》 我寫了很多篇文章 我的立論就是 這是一個世代次爭 新世代的崛起 年輕一代對我們現在這班既得利益者 包括這五十後六十後七十後 一直以來壟斷所有的經濟政治資源 令到現在我們這些年輕人 向上流動的機會這麼低 非常之突兀 所以這次的雨傘革命 基本上都和年輕人已經被壓起了很久 現在一次過爆發 這次是學生主導民眾自發 然後參與最多就是年輕人 中學生也非常之突兀 其實我對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發展 是完全很悲觀的 但是最近見到 在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裡面 這麼多年輕人 特別是中學生走出來 特別有很多年輕人 特別是在王國那三十幾天 接觸到很多年輕人 十三四歲也有 十五六歲也有 讀大學也有 在佔領區裡面 那個年齡的分佈 25歲以下的人數是最多的 即是我們看到他們對社會 現在既成的秩序是非常之不同的 但是政府是完全沒有故意的 所以我都很擔心 如果我作為一個政府 你究竟以後如何管治下去 你面對這一幫人 將來他大學畢業 還有你鬥長命 一定是給你們短命的 我們這些人 他鬥爭的日子或者時間都會長過了 因為我們現在在政治建制裡面的人 所以我呼籲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應該集體辭職 完成這個世代交替 交給年輕人 我聽到說 香港的政治發展 或者民主運動 是沒有任何心機可言的 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地方 好像香港 還在討論什麼叫普全 什麼叫真的 什麼叫假的 就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一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三萬五千元美金 資訊自由流通 教育普及經濟發達的社會 我們還在討論什麼時候有補選 行政長官的補選 也不應該有篩選 這個是世界上最荒謬的其中一件事 但是我們的統治者 或者建制派議員 認為民主要循序漸進 不能一從直至 你試想一下世界上那些文明的國家 或者經濟發達的國家 有哪個國家還在討論 究竟應不應該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 一人一票選總統是對還是不對 什麼時候才應該有的 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來心不作中國人的作者中祖康就說 這些文明國家、民主國家討論的 就是爭議的 在議會裡面 或者輿論經常出現的爭論 就是究竟政府的政策 應該左一點好、右一點好 我們吃抹雞好、吃冰鮮雞好 沒有人在討論怎樣才叫做民主 怎樣才叫做好選 他就用一個很粗俗的譬語 他說當人家在辯論 應該吃飯好、吃大米好、吃麵包好的時候 我們還在爭論究竟吃糞好、吃飯好 現在包裝了些糞便給你 這就叫做政改方案 就逼你吃 就是這樣 我想說的是 大家來立法會想得到什麼 平時在電視所見 有些就好像我們這裡 有扔東西、罵人、扔杯、平平白能 又有些在合眼睡 有些在看女兒 有些是幫政府護航 究竟這個立法會是什麼呢 我作為一個反對派議員 作為一個所謂激進派 或者叫做本土派的立法會議員 我和其他議員當然很不同 過去有一段時間 例如我剛剛成立社民營的時候 大家都用一個懷疑的眼睛 看這個社會民主現實 究竟是什麼東西 長毛 長毛眾所周知 他是一個icon 喜歡去衝擊、去示威 不過現在 廉婆老耳 都將近60歲 難道還可以衝嗎 社民營是什麼呢 很多人都有一個懷疑的眼睛 當時我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 然後轉戰場去組黨 我看到香港政治形勢的發展 這些民主派已經是不可靠 現在的所謂民主派 那些反對派已經是做滑了 例如他們已經當議會工作 是一份職業 所以我們叫那些泛民主派 泛民的飯子 吃飯的飯團 賺吃而已 現在九萬元一個月 有二十多萬瓶貼一個月 加上三十多皮 有辦事處可以請伙計 然後被人叫做honorable 尊貴的議員 所以大家看看我這張卡片 我把尊貴的那個字拆掉 沒有honorable 因為我覺得做一個議員 特別是人民選舉產生的議員 這是人民的代表 你不是一個尊貴的 社民營的時候成立 我覺得香港是需要一股激進的力量 來改變政治生態 要進行議會的抗爭 在議會裡面要有肢體動作 要衝擊 在議會外面要搞激烈的街頭運動 社民營在08年參加了立法會選舉 拿到15萬票 三個席位 然後在2011年我推出社民營 另外組織一個叫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在2012年參加選舉 拿到三個位 總共拿到18萬票 比民主黨、公民黨的票數還要多 這就是我過去從政生涯裡面 我自己覺得自己最偉大的地方 即使現在這兩個黨的人都很討厭我 就是成立了兩個激進派的政黨 總共在泛民主派的陣營裡面 拉闊了政治光譜 這兩個政團都是得到很多年青人的支持 但開風氣不為師 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我不會為我過去所做的事情 有任何的後悔 或者現在我都沒有政黨 我自己是一個獨立議員 跟著這兩個黨和我的關係又非常之惡劣 等等我都會覺得我過去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因為我政治形勢就是這樣發展 所以我經常說句話 那些嘴巴裡批評我的人 心裡已經為我供了牌位 香港的激進力量可以發展到今時今日 小弟不會謙虛的是由我一手所促成 將來的發展就是 不關我的事 師傅帶你隱瞞 你學師成功之後 你成功就是閣下的事情 等於你們讀書 老師不需要為你將來的表現好壞 你將來承擔任何責任 你將來沒有成就又不關他的事 你將來有成就他又不會自己韜光 亦都是無關他的事 都是靠你們自己 所以你看到香港政治光譜是拉闊了 但都沒有用 因為在現在這種政治制度看下 你沒有一個突破 立法會不是全面直選 行政長官不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所有這些眾政治組織搞到最後都是零 你看看民主黨有一個最好的例子 全盛時期在1995年他們有19席立法局 現在他們只剩下6席 2016可能中少一點 曾經是民主派的第一大黨 輪落到現在只剩下4席地區就算 為甚麼呢 他們不會檢討的 他們一定是認為我對 最需要有個黃毓民搞我 他不會去檢討就是 你已經跟年輕人的想法 是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你是落後於潮流 譬如我06年的時候成立社民 你辦了選舉 主流媒體全部不報導我們的事 我們就是靠互聯網 成立網台 Facebook 利用互聯網去宣傳小數派的理念 去接近年輕人 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做的事就是為我們下一代的民主 譬如台灣最近這個選舉 大家看到 國民黨大敗 民進黨大勝 但不是民進黨的勝利 是年輕人的勝利 80後和90後的選民總共有290萬人 這290萬人大部份都出來投票 然後的票大部份都是投給國民黨的對勾 台北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是國民黨有基本本佔六成選票 這次他可以輸25萬票 給一個無黨值的安民節 而那些所謂手頭族 第一次有投票權的差不多有九十幾萬 全部都出來投票 以前的手頭族是不出來投票的 譬如我舊稱了18歲登記做選民 登記了做選民 香港更慘 還要你肯去登記做選民 登記了就是你肯去投票 但台灣就不是的 你一夠20歲 就自動可以去投票了 他不需要登記做選民 他按照你的戶籍所在地 你住的地方去投票 就是這麼簡單 不需要登記做選民 香港要 香港還有一層 你登記做選民之後 你還要去投票 香港18至25歲的投票率是最低的 我去年2012的選舉 我是拿到五成 在我的選區裏面 超過五成 18至25歲的選票 但那個投票率是最低的 投票人數是最低的 台灣的年輕人覺醒 他覺得他要去投票 OK 所以這次不是民進黨的勝利 是年輕人的勝利 國民黨不是被民進黨打敗 是被那些八九十後打敗 這就是全世界都出現一個世代之稱 這個新世代覺得現在我們 控制著政治經濟資源的 即是五十後 我就是五十後 六十後 七十後 是吧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幫他們去解決問題 是吧 所以我自己希望看到 就是經過這個雨傘革命之後 在未來的選舉 那些年輕人去投票 在座 今年讀中六 你應該是舊稱去登記做選民 是吧 你可以去投票 今年的選舉 連體的區議會選舉 你已經可以投票 但你要登記做選民 那你才有發言權 到明年2016年的選舉 你全部都有投票權 是吧 超過18歲可以登記做選民 那就可能有機會可以改變 是吧 所以台灣的選舉 就告訴我們 結果最近的選舉 結果我們有去看 是吧 他就告訴我們 就是這些新世代 向這些所謂嬰兒朝一代 就是baby boomer 什麼叫baby boomer 就是戰後1945年出生的那些人 因為戰後戰爭期間 二次世界大戰也好 日本侵懷也好 是死亡的人 是吧 所以戰後就是大家拼命生子 是吧 所以戰後四五十年代 四十年代中期之後出生的 五十年代之後出生的 特別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因為開始社會稍為穩定些 經過戰爭很多地方重建 要教育各樣 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在香港當時經濟是很差的 每個人都很窮的 是求生存的 不像你們大家 現在的生活條件 相對我們那時候是好很多的 是吧 但是只要你受過高等教育 你基本上在社會裏面 在每一個範圍裏面 你都可以有機會 獨立自主 隨人頭 所以你看看今天 無論政治人物 經濟上的 或者是商界的領袖 文化界 企業界 那些抓肥人 全部都是五十後 六十後的人 七十後就是中產階級 那些現在都很淒涼 上了岸的就是五六十後的人 包括政治上都是 你看現在我們的立法會平均年 已經超過六十歲了 那些做了二十年的議員 那些做了二十年的議員 佔了一半 何俊仁 現在說佔了二十幾年 劉慧卿二十幾年 全部都做超過二十年 還在這裏做 那你說我在這裏做 有進步 沒有進步 沒有建樹 還可以厚眼無恥 繼續在這裏做議員 是吧 我做了六年議員 我已經覺得很厭倦 我要做的事我做了 我進來扔這個曾蔭權 扔了 扔了 扔了這個梁振 扔了這個梁振 我扔了 我去羞辱那些官員 立法會史上沒有一個人 像我這樣去羞辱那些議員 我告訴你 找不到第二個 我又做了 拉布 長達三個月的拉布 2012年 拉倒了這個梁振英 五屍十四局 我又做了 現在的拉布有甚麼用 這個三堆一流 不是一樣被他過了 是吧 是吧 沒有意思 在議會衝擊 我就做了 被民主派開記者會 和我劃清界線 說我衝擊 就做了 現在輪到他們了 是吧 五區公投 五個區的議員辭職 達成一次變相公投 2011年 我又做了 是吧 現在繼續下來 我就在議會裏 慢慢我就會行屍走肉 跟他現在這班 坐了20年而已 沒甚麼分別 所以我慎重考慮 做戒指的下界 我就不會輸 道理就在這裏 沒有用 是吧 立法會的職能是甚麼 通過財政預算 譬如我們簡單來說 四種很重要的權力 第一 叫做預算權 政府的財政預算 一定要得到立法機關的同意 投票通過 這個叫做預算權 錢 但是今天在我們的立法會 保皇黨有43席 所謂反對派民主派 加上這個激進派 就只有27席 一投票 財政預算案 過半數 或者政府的議案 過半數 就通過 一按制 你就輸給他 OK 因為這個選舉 是一個拔民主的選舉 這個立法會的組成結構 還有一半是功能組別 所以你如果政府的議案 包括財政預算案 來到立法會 得到 simple majority的通過 就通過了 得到在籍的議員 過半數 投票通過就通過 那你只有27個 更何況這27個裡面 很多都會贊成政府 是嗎 那他一定過 這個議算權 就形同虛接 這個議算權底下 有一個撥款的權 就是現在財務委員會 你每一次 就算通過財政預算也好 你每一個政府部門 需要家人 或者要建工程 你都以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得到通過 OK 那個撥款 那又是過半數就過 你又是輸眼給他 所以我們才那一年 發明的拉布 不斷提修訂動議 我試過一萬條 扔給他主席 我現在司法復核 這個吳亮晶 就是上一屆財委會主席 因為他上次 通過那個 西界東北發展 我認為那個是無效的 OK 還有他限制的議員 提出修訂案 所以現在我在高等法院 司法復核他的 現在在排期 當然這場官司多數都是會輸的 即是我說沒有 甚至會給唐廢 但這是一個抗爭的 預算權 是殘權不存的 第二種權 叫作質詢權 那就有些作用了 就好像我們這樣 質詢政府施政 他要來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去大會 接受議員的質詢問他問題 以前的人問他問題很客氣 最近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這個林鄭月娥 上個禮拜來立法會發表聲明 啟動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 接著所有泛民主派議員 拿著一把黃車行為藝術 就wout離開這個立法會 正下來就是建制派議員的保皇黨 於是他們提的問題 我就用四個字來形容 這個字問自答 自己人問自己人答 完全是無法監督政府的 所以你設想如果立法會 全部都是保皇黨的話 於是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這個立法會和中國的近大 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反對派 反對派多重要 所以這個質詢權 又要看一些議員 是不是真的夠膽去批評政府 第三種權 就叫做立法權 立法會議員當然有立法權 但是這個立法權是假的 我們現在所有法律 我剛剛才開的一個保險條例 草案委員會 就是說現在要修改這個保險條例 將這個保險監管局 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 於是政府就要修例了 他在向大會提出這個法例的異讀之前 就要先在立法會 組成一個法案委員會 叫做Bill Committee 這個不一定要組成的 是要你立法會員同意 這條法例修定 都應該要組織一個法案委員會 有些法例 我們未必會成立這個法案委員會 因為可能簡單 某一條法例 做條文的修訂 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去開一個法案委員會 對吧 我現在就在做四個法案委員會 我很多次大會 我就不出席 因為尤其最近這段時間 人們喜歡響鐘 我覺得沒有意義的 你三個時間 但是我就參加四個法案委員會 八個事務委員會 兩個小組委員會 就是會員之乎 一到禮拜六 每天都在開會 還有我參加過帳目委員會 這個帳目委員會 是負責監督政府施政一個最重要的委員會 只有七個委員 沒有人肯做 為什麼沒有人肯做呢 因為帳目委員會 就是根據審計處 每年兩份 所謂Variable Money 行公兩席的報告 那兩份報告拿出來 然後就要立法會 帳目委員會 開工廳會 叫官員來解話 最近我們那個報告 就是講 最近那個工廳會 是講什麼呢 就是這個民航署的總部 那個民航署署長 浪費公帑 在自己的辦公室 整個私人的淋浴空間 shower 在法例上 他是違規的 因為他那個層級 是不能在辦公室 有一個淋浴室的 這個是其中一樣 有整個大型的卡拉OK房 那這些呢 來到立法會 他就沒有命了 在這個帳目委員會 所以那個民航署長 都抖頭 這個真的有監督政府的功能 另外就是那些特權法 可以容許我們成立 專責委員會 調查一些事件 但是很多時候 在立法會 如果你要成立這個特權法 成立這個專責委員會 就因為要投票的 過半數輸給保皇黨 就沒得動了 譬如我最近提到一個 用特權法理 成立專責委員會 就是這個黑警事件 但是結果就在立法會 就被否決了 但是帳目委員會 就不是 它是那常設的委員會 你不能否決的 總之帳目委員會 就是說它要根據審計處 每年兩份行公兩席報告 就要開公定會 然後就審這官 然後又寫報告 所以我們這個會 就是 只有七個委員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參加 真的太辛苦 立法權 有限制是什麼呢 是政府提出的法案 你say yes or no 或者棄權 我們自己要提出 私人條例草案 我寫一條法例 立法會通過 就要分組投票 還有 受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限制 有關財政的 政府收入的 你不可以提 有關政制的 不可以提 那你怎能搞 是不是 所以這個立法權 是形同虛設的 譬如其他國家的國會議會 好像台灣一樣 鄰近台灣地區 議員可以 多少個人 聯署就可以提出一個法案 接著在立法會 在立法機關就要談 如果當數通過之後 就成立法例 我記憶中 在回歸之前 即是在九七之前 會有私人條例草案通過 其中一條最出名的法例是 平等機會條例 平等機會條例 當年是一個委任議員 胡鴻玉 現在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他提出的一個私人條例草案 是一個反歧視法案 就幾種歧視的情況 立法去限制 第一是殘制歧視 第二是性別歧視 第三是家庭公安委歧視 還有種族歧視 這就是平等機會委員會 按照這條私人條例草案 現在成立了一個法定機構 叫做平機 你說議員可以提的法例 即草擬法例 在現在來說 九七年到現在 一跳都沒有 九七之後好了還是壞了 大家都很清楚 很多例子 就說立法機關已經是 雖然直選的議席多了 但是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少了 所以這個立法權 我常常叫做 handicap的立法權 OK 然後第四種權 叫做同意權 同意權在西方國家 或者其他民主國家 是甚麼呢 就是對官員的任免 可以行使同意權在國會 譬如美國 他委任一個司法部長 他一定要去參重兩院 接受 senator 和Congressman的質詢 到最後要他們投票同意 才讓李布伯馬 去委任一個新的司法部長 我們的官員任免權是甚麼 在中央政府 這是基本法規定的 特區的司局級官員 問責官員 他們的任命權是在北京 所以這四種權 我現在只是跟大家講一些通識 因為你們來到立法會 和立法會遠長談 我講了半小時 剩下的時間就給你們了 起碼我先開頭 那我問的問題是 包括在過程中 其實你怕現在一些重要的議案 或者是一些幫助別人的議案 去受到阻礙而通過不了 或者甚至會取消了議案 現在因為財委會會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剛才我講到那些批判 來到的時候 有些議員刻意阻撓 於是政府就不斷去散火 那種說法 就像剛才這位同學所講的 會影響一些民生 例如最近一個關於公務員加薪 那個 就不只是公務員加薪 不只是十幾萬公務員加薪 還有一些法定機構的僱員 還有一些教師 政府資助的學校的老師 全部人工都是工黨的 就會報料出 那我覺得一個負責的政府 是不應該理會的 因為這個是一種恐嚇 為什麼一種恐嚇呢 它可以有些臨時撥款 來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每次都找來講 至於立法會議員 也希望一些和民生有直接關係 爭議性比較少的 這些撥款的提議 就先拿來財委會 那些立法會議員 是不會去反對的 但是政府就刻意不做 那現在講話難聽 這些是甚麼呢 叫做攬炒 明白嗎 我就跟你攬住死 你要拉布 你拖我 我就跟你攬住死 那政府怎麼可以攬住死 跟議員請問 那些議員要死 你就讓他去死 你沒理由跟他攬住死 然後犧牲市民的利益 這個攬炒是很過份的 他覺得如果我將公務員加薪 那個提前來給你通過了 那我只是輸了給你 那你不是說公務員加薪很重要嗎 那你應該不可以計較那個 所謂面子 就將公務員加薪的議案提出來 那些立法會議員 大家舉手通過 那就大家加薪了 明白嗎 那責任在政府裡 還要記住政府是有權的 立法會議員是沒有權的 再說 你立法會保皇黨佔多數的投票你會贏的 是吧 那你說拉布 其實現在的拉布全都是假的 大家要留意就好 在這裡整色整水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那些泛民主派的議員 是吧 那些都是投降的 不像我來那次那樣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偽命題 我覺得 第一政府可以真的將一些民生法案 那些錢要立即培記 才拿來立法會 不過次序是你排的 對不對 我們有個程序的 譬如政府他拿一些 就是撥款建議來立法會 有個程序的 他首先呢 就有個政策先 是不是 政策出了爐 我要整多個奮化樓 那這個政策是這樣的 那這個政策事必然在立法會 那些相關委會 不會討論了很久 那政策定了出來 跟著這個政策 我要建一個焚化樓 我就要錢了 是不是 那焚化樓要錢 就是跟什麼有關 是工程 於是就先來立法會 財委會下面的公務小組 得到公務小組的議員同意 然後再拿來財委會 就補算了 那你公務小組通過之後 你令到財委會 多數都通過 他有個這樣的程序 而這個程序呢 他有一個timetable 他有個時間表排好 但是這個全部是政府決 你可以排前排後 你作主 那不是我們作主 立法會是被動的 你什麼時候拿來 我就是什麼時候說的 你明白嗎 所以剛才 就是曾志豐同學的問題 我認為是一個偽命題 你都可能受了傳媒的影響 或者聽一些議員在那裡廢困 你覺得是 你又在那裡阻礙了 那些民生議案怎麼搞 但是政府有權 他可以將它調 但是他都要命 他跟你攬炒 不簡單 你想想一個政府 好像梁振英這些人 看他的樣子都知道他是奸 他喜歡跟你攬炒 那他怎麼會為市民呢 有時候我們經常教小朋友 不要看樣子 我的樣子都很壞 不要看樣子 不準的 但是看梁振英的樣子 百分之一千是準的 是 是 是 哪兒 是 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平時跟哪位立法會議員 有較多的交流 這是貓子 貓子女 我基本上跟立法會員沒有什麼交流 我人生有一句名言叫什麼 樹敵為樂 交友為父 我喜歡樹敵的 這個是和我的職業有關 我以前教書就不用樹敵 都可能樹敵的同學 可能喜歡我的功課多 我教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人生 我教了十三年 我教了十三年 是我人生最黃金的時期 未夠三十歲 是嗎 未到三十歲 開始教書 二十九歲 那十三年 是我人生最黃金的時代 也是最開心的時候 我在這個傳媒 大眾傳播 做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工作 包括報館 電視 電台 雜誌 互聯網 租運 幾十年 是嗎 當我做一個時事評論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是不可以有朋友 因為你有太多個朋友 這個又打個電話來 你不肯幫忙 你昨天罵我的老友 你下次手輕一點 那你甚麼都不用寫 甚麼都不用做 我當年做六年鎮 那些人被我罵到九月臨頭 多少人打電話 是我的老友來的 高台貴手 你哪有個教 你作為一個獨立的名論員 你一定是 不可以因為友情 不可以因為關係 別人的請託 記住你又說一些 違背自己的原則的話 那你說做這個工作 本身來說就是沒有朋友 做立法會議員 你做一個反對派的議員 你怎會有朋友 罵暈了所有的人 政府官員罵暈了 立法會議員和黨派的人 你罵暈了 那你哪有朋友 那些人被你罵 我現在甚至乎 出現的情況就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立法會議員 有些人都有些真性情 通常政客一定是說謊 以及是視於作假的 明明你被我罵 見到 近來有沒有出門 很客氣的跟你聊天 這些都是很假的 但有些去到極端的 就是我走進升降機 他走出來的 我覺得這些是極端的 說話而已 討論問題 是否要殺了你老爸 那這些在哪些人身上最顯著呢 民主黨 幾乎沒有一個人跟我聊天 那我欺負後緒 對我來說 nothing loose 所以答你這個問題 就是基本上 我在立法會沒有朋友 所謂交流 都是在議會內交流 就是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開會的時候 但都是自說自說 不過我的交流就是 他說的東西不適合 我便打敗他 像月秋一樣 做船巾 那我就罵他 是不是 那他當然很高興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那這種東西是交流 那我先問問 我想問 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矛盾 例如文化差異 導致他們多了很多衝突 那現在甚至有些香港人 現在內地人 要求他們做這個王蟲 那我想請問 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呢 就是我們叫內地的人做王蟲 你的意思就是 是 現在平機會 就是想在一個立法檢討 修改這個種族歧視條例 就將中國人這個族群 視為一個受保護 不應該被歧視的一個族群 那你覺得方不方便 是不是 將一種人 譬如說 你膚色的歧視像美國 我們不可以歧視黑人 歧視口色人寵 那他已經有種族平等條例 在60年代已經有了 是不是 這個甘賴迪時代 甘賴迪死了之後 由副總統詹森 做總統的時候 去簽署這個 所謂行人秘權條例 這是60年代的 OK 鼓吹這個黑人平 馬丁路德金 同樣是被人謀殺的 OK 兩個都死了 一個總統 吉拉迪 一個馬丁路德金 他們都是為這個黑人平權 去奮鬥的 結果兩個都死了 都是被暗殺的 所以你說 有時候想想 歷史就真的很吊詭 但是結果那個黑人平權法案 就在美國通過了 但是現在還有歧視 這個是個人的行為 但是因為香港 又是一個所謂中國人的社會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你竟然敢去修訂一條條例 中國人是不可以歧視的 是不是很荒謬 全世界有沒有那些國家 他那個《總值歧視條例》裡面寫明 不准歧視韓國人 日本人 或者某一種特定的人 有沒有這樣寫的 沒有 大哥 你都可以歧視我 一樣 反過來 你那些強國人 你多歧視我 走去LV 拿著那些鬼桌 後面那些又不是他 搶手袋 你就歧視我 大哥 你侮辱我 已經是 這個是人民的行為 但是那個行為 有些行為 如果是屬於一些比較不文明的 或者有些是違反了現行的犯例 就有現行的犯例去制裁它 你亂扔垃圾 就1500元 隨地吐探 被人捉到你 就1500元 那你奏界大屎賴條 就不知道找什麼來罰 當然 中港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的 你每年思想 有4700萬自由行來香港 我們的交通運輸 社會秩序 和消費模式 都出現一個結構性的轉變 這種轉變的結果 就是使少數人得利 例如零售生意好些 售貨員那份工很穩陣 老闆發達 地產商發達 因為租金是極貴 小市民基本上是很得益 我們的損失就是 彌補不到這些得益 地鐵我們要多等兩班車 我要忍受那個空氣污染 比現在更嚴重 噪音 九十幾樣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限制 沒有限制 每天一百五個單程席來香港 來什麼人 不是我們作主的 是內地的公安部門作主的 以前還貪污 是不是都簽證 有錢給就簽給你 我想問一下永遲 有哪個國家 那個入境政策 是由另外一個國家去決定的呢 不會的 你說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來的 你外地地 那你又搞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你就是有意地限制 內地的人無止境來香港 他有十幾億人 我只有七百萬人 他放五百萬人來 香港已經 所以才有一國兩制 有限制 是不是 根據《基本法》也寫得很清楚 當這個內地機構發這些單程證 給內地人來香港永久居留 長期定居的時候 他必須要事先諮詢香港特區政府 他沒有 審批權又不在我們那裡 現在忽然間下條條 今天這個東方日報登了 就是你不做香港人回到內地 向內地公安機構申請 給你回來 有回戶籍 現在是不行的 你來了香港定居 大陸的戶籍就取消了 現在可以讓你再回頭 在想 為何要這樣做 就是說 有些內地人來到香港 他們不適應這裏的生活環境 特別是雙非的子女 是吧 即是內地 即是父母都不在香港永久居民 那些叫雙非 是吧 那些小孩子在香港讀書 在香港住 他們不習慣 他們回去 給他們有機會回去 現在要研究一下 除了這些矛盾之外 還有一個意識形態 你不斷通過各種方法 行政的手段 要令到香港人變成典型的中國人 這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矛盾就加劇 所以現在本土派就興起 現在公民黨、民主黨都說 要在政綱加些本土意識 以前見你說的 全部都是大中華膠 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就沒有民主 我們現在爭取香港民主 就是為了中國有民主 瘋了中國有民主 關我差事 我自己還未搞得到 現在我們提出的就是 我們要獨善其身 真正去堅善天下 我自己都還在拼命 大陸十幾億人口 這麼大的地方 我怎樣去爭取民主 我會關心他的民主 但我是沒有資格幫他爭取民主 所以我們覺得 我最近寫了一本書 去年應該去年 七月份在書中出的 本土民主反共 我們在香港爭取民主 一定是本土 以本土人的捍衛香港人的利益 就是這首次 第二 這個民主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民主 第三 一定是要反共 要反對一個一黨專政的政權 我們才有機會有民主 問一條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最後一條 你好 我們陳小林 在這個雨傘革命 佔領了這麼多日 其實我們只是爭取到一份 在上兩個禮拜 政府出的民情報告 不是 而且 在這份民情報告裡面 也未能充分表達到 我們香港人的民意 你認為我們有些什麼 還可以做到 去令到政府可以重啟政改 去達致這個真步船呢 謝謝 這個問題 其實在雨傘革命結束之後 我們自己在網台節目上 都有做了一些分析 我認為這個運動是失敗的 因為純粹就是那個訴求來說 先不說那些何聯題的訴求 變了幾次 又要梁振英 24小時答覆下台 那些 不要說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 過去了 其實都是廢的 你提下這個條件 那麼人家不下台 你又沒事 那你提你做什麼 你整天哭打人 都是得個港字的 那人家就不會害怕你的 大家都讀過童話故事 就是羅來了 是吧 整個運動 兩個多月 波蘭壯闊 沒試過的 香港這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要求你重啟政改 是吧 很卑微的 大哥 那個是 是吧 那些公民提名都不提 你見不見到那些學聯 都不提公民提名 已經是 是吧 要你重新再來過 撤銷831的決定 政府是毫無反應的 唯一反應就是 人大決定是不可陷動的 是不能動的 那搞個屁 所以我記得我在前年 2003年的12月 這個林鄭月娥 在立法會大會發表聲明 啟動第一次證據 資訊的時候 我在立法會問她 什麼叫做五部曲 是部份那部 還是部行那部 是錯了 是吧 你走錯了第一部 五部曲 一定是說部份那部 是吧 到現在為止政府的文件 堅決不肯改五部曲 將一部一部的部 變成部分的部 可見這個政府多明雲不連 明明是錯的 都不肯改 是吧 那次的第一階段政改詩 林鄭月娥 好像早幾天在立法會談一樣 那個是第二階段 我就沒有參與了 他們就拿著把車走了 我自行杯葛她不下去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說她是奴才 接著來到政制事務委會 三個人坐在這裏 在政制事務委會 我就說 你們三個都是奴才的奴才 是共產黨奴才的奴才 這個百分之百一定是假資訊 你三個就應該要落地用 下次就不是扔你雞蛋 是扔你汽油彈 香港要靠革命 這個是我在12月 2013年12月底說的事情 OK 我們看到社會這樣發展 接著沒有幾個月了 大家看到我們哪有說錯 時間一年左右 接著再來啟動第二階段的資訊 現在的情況很簡單 就是你們做甚麼都沒有用 他就一定不會改 即是說這個運動是失敗 你達不到 你給少少東西來都好 沒有 那個民情報告 完全是扭曲民情的一個報告 泛民主派又整個民情報告 又是扭曲了民情報告 大家做長期就收工 現在有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 接著現在說的是 今年六月份要來立法會的政改方案的二度 接著何俊仁現在說辭職 要否決之後辭職 那辭職做甚麼呢 我就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我欠人錢 我欠你錢 我欠你錢 你死了之後我才還錢 何俊仁就是這樣 是吧 有甚麼可以做 我做甚麼都做不到 明天我約會被人抓 去灣仔警署 預約被捕也有幾個人 我是第二批 第一批是那天金鐘清場的時候 抓我吧 那些人拍張照片 大俠照很有名的 是吧 我就不會的 那些人問我 金鐘清場 為甚麼你不坐在那裡被捕 我傻了 我為甚麼坐在那裡被捕 他一定會抓我 你放心吧 他不可能不抓我 是吧 現在就抓我 是吧 我們又要坐在那裡這麼多天 那些人 餐風老宿 又要被人賴 那些人 付出那麼多代價 沒有東西得著的 是吧 現在你這個民主派有個暗春 商學好像收了工 接下來怎樣呢 是吧 所以我剛才開宗明義已經說 我是對未來的情勢發展 是非常地悲觀的 唯一樂觀的就是 因為一些種子已經埋在 這些年青人的深處 還有一些抗爭的種子 將來適當時間 適當時機 他又會出來的 只能夠這樣 我只可以奉勸各位 就是用點心思讀書 不要被人賴 因為留案體很淒涼 對他們來說 我們無所謂 我們死一生不死 半生多一個案體 不相差 我已經有一個非法集結的案體 2011年 已經被人拉上法庭 在法庭自變 他們那些很浪漫的 在法庭慷慨陳詞 神經病 我已經做了 我出了書 我在法庭的自變 是做我以前做過的事情 現在全部都是 沒有效 那做不做 現在一定要靠年青人去抗爭 還有 是不可以和你非非的抗爭 好像那天這樣衝擊立法 他打破兩塊玻璃 就在那裡慘叫 滑千萬 這些鬼來的玻璃運動 他打破兩塊玻璃 我記得我在七十年代尾 我去韓國訪問 去大學說話 那些學生告訴我們 他說他沒有扔過汽油彈 沒有出來扔過汽油彈 沒有扔過 找個瓶 點著它 有些汽油來扔 沒做過這件事 都不是大學生 你現在這些 撞爛兩塊玻璃 你說是激進 那誰都搞 是吧 他們最擅長的 躺在這裏 抓我 然後這個是道德感召 是沒有道德感召 對不起 你當你是白癡 所以 我希望大家 給點心機讀書 充實自己 多些關心社會 適當時候 我將再起 就是這樣 OK 不是 我們 有不 這是 What 因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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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